突然,这个东西阴声倒地,两人走近一看,竟然是一个小法老昏倒在了地上,看起来已经病得一塌糊涂了,两人不得不将小法老带回到现代照顾。 然而,离开之际,大雄却将口袋的预言日记本不小心落在了墓穴里面,睡了整整一夜的小法老醒了过来,见到如此陌生的环境,他先是警惕地爬了起来,小多拉见状,赶紧从口袋拿出了翻译魔语让他吃了下去,小法老看起来像是几天几夜没有吃饭的样子。 于是,大雄又从厨房端来了中午剩下的咖喱饭,吃饱喝足的小法老这才意识到是两人解救了自己,于是,他将自己是如何被关在墓穴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两人。 原来,这个男孩是埃及的法老王,由于遭到叛变,他被扔到了他父亲的墓穴里面等死,甚至,对方还抢走了他的未婚妻,听到小法老的遭遇,两人表示十分同情。 就在这时候,老妈来到楼上打扫房间,见到一身保洁打扮的妈妈,小法老竟然将他当成了女神大人,并请求小多拉一定要帮助自己夺回王位。 于是,大雄叫来了胖虎小夫和进香,一行人一商量之后,正义爆棚的几人决定穿越到古埃及,帮助他夺回属于自己的一切。 小多拉利用任意门来到了金字塔的时候,大雄抬头一看,竟发现原本只有三座的金字塔居然变成了四座,一行人利用时光腰带成功来到了古埃及。 为了不引起对方的怀疑,小多拉利用换衣服相机给几人换了一身行头,在即将到达龙国之前,小法老将象征自己至高无上权力的圣甲虫交给了大雄,因为只要没有这个东西,对方就无法顺利登基。 然而,当一行人来到城内的时候,反叛者瓦木黑竟然宣布自己即将登基,他表示自己受到神的指引,从此可以呼风范雨来确保百姓的衣食无忧,只见他大喊一声下雨,天空果真下起了调破大雨,再喊一声,天空立马转起,这一举措直接让他得到了百姓的支持。 为了进入皇宫解救王妃,小多拉决定扮演进贡的商人给法老进贡珠宝。